因為它是指的是固定的位置 用Range 通常是指固定的位置 或者是不在回圈裡面 回圈裡面一定要Sales 為什麼 因為Sales 它的 兩個數字都是 就是 第一個是列號 都是用數字的 那Range的話 它裡面只能放什麼 放一個文字 比如說我這邊放的是 指向B1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 就給它一個B1 裡面是放文字 不能放數字 那乘上什麼呢 所以給它一個乘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 底下的公式 就這個公式 改成什麼 改成我們VBA裡面可以用到 然後通一個 錢瓜糊 1 加上什麼 那你會再來就是 A4 可是A是鎖單邊 特別注意 如果以後呢 你看到 假如你公式裡面 是鎖兩邊的 就用Range 鎖單邊的話 請你用Sales 那Sales的話呢 該怎麼敘述 你如果鎖住那一邊的話 請你用那個固定的 因為它不會變嘛 如果你鎖另外一邊沒鎖的話 你就用什麼 用變數 那比如說這邊是4對不對 請你改改成I 因為它是列 那Sales它是先列 再藍 後面的話請你改成什麼 改成A 讓它怎麼樣 這個固定 這個會變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刮弧 後刮弧 那再來幾次方 幾次方之後 後面B3對不對 那一樣 打一個Sales 那B沒有鎖 所以特別是 請你改一下 這兩個位置要顛倒 先3 再B 那3固定 所以直接輸入3就可以 逗點 後面的話 它這個不固定是B 所以請你把這個B改成J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它將來呢 這個B 會用數字來代替藍 那就會讓你可以做變動 OK 好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公式 就完成了 也就是把這個 其實有點像 有點翻譯成這個 把原來的這個公式 翻譯成VBA裡面看得懂的 好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這個地方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就在這個地方 增加了 增加按鈕 這邊增加按鈕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按下計算 他就可以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給計算出來 並且丟到這個範圍裡面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這個數金額 假設我今天會有變動 比如說我今天存了100萬好了 那你還是要再按一個計算 好 那你可以再改一下 如果你今天希望 按下計算的時候 他除了幫你計算之外 會先問你說 到底你要計算的金額是多少 可以跟你互動一下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在上面再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叫Input Box 這個時候Input Box 就是 他可以 幫你取得什麼 比如說這個計算 我在上面再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叫Input Box 那丟到哪裡 請你先打 丟到我將來呢 你輸入好一些資料之後 我會希望先丟到 B1的儲存格 所以你可以把 Range B1 先寫在前面 等於什麼呢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那個 內部的一個函數 叫Input Box 後面的輸入 請輸入存款金額 他會幫你做什麼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的時候呢 他會先跳出 請輸入存款金額 這個就是Input Box 這個還蠻好用的 以後你如果只是想要簡單的跟使用者互動的話 你就Input Box 好他就輸入 假如我今天要存80萬 各時100千萬 當他 按下確定的時候 怎麼樣 他會幫你把 這個數字 丟到 因為我Range B1 寫在Input Box前面 他就會幫我把這個 丟到這裡 丟到這裡之後的話 那底下繼續跑 我的四串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可以把原來是 固定的金額 改成變動的金額 OK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 他底下就是 因為我取得一個新的金額 所以跑出來的四串 也會是新的 OK 清除 計算 假如說我今天 各時100千萬 10萬 好 按90萬丟過去 90萬又出來了 OK 可以利用Input Box 幫我們把這個VBA變得更有貪心一些些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剛剛的部分就兩個啦 一個是 計算清楚 多了一個什麼 動態去抓 你的邊界 哪一列 哪一欄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的話呢 計算的時候把原來的公式 改成 這個部分 這個可能稍微比較難一些些 重點就是說如果你兩邊都有鎖的話 請你改成Range 如果鎖一邊的話 你就把那一邊 寫成固定的 另外一個 沒有鎖的 沒有鎖的 請你用 變數 哪一列 來決定 像這個是 3是固定的 因為它鎖住了 這個不固定 所以這個是藍 所以請你把它改成 追 這樣就OK了 將來 你可以套個公式 這裡的話 想各位序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也可以達到 你一個大型式算表的一個 動態 產生的 一個 一個結果 可不可以 請你